我們新的示範單位 第一個開放給VGA看 這個等於一台iPad 所有的戶型都是向南 加帶下來肯定是最優惠的 新同機這個款式 走路過來 那你就說5-8分鐘 劉先生真的介紹得很好 還有很多香港客戶成交 原來劉先生真的解釋得非常好 多謝多謝 你的新版王不如由你介紹就好嗎 這個是我們的新的示範單位 剛剛今天第一天VGA的專場 第一個開放給VGA看 VGA獨家 很給臉 多謝 這個是124房商陽台的設計 豪宅護營 總經理護營 一入門口是鴛鴛門 這個紫墓門 內地叫紫墓門 還有一個菲利普的紫紋鎖 真的跟內地的發展商的設計 材料是不同的 側感是不一樣的 側感是不一樣的 好了 進來這裡先有間書房 有書房 是的 這裡有書房 中央冷氣 是HITACHI的 中央空調 這些都是交流標準 這個是交流標準 這個是交流標準 交流標準 不是我講的 那個天花冷氣做得很好 因為有些天花冷氣 它會做一個角落再突出 它簡直是平頂的 像商場一樣 好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鞋櫃位 鞋櫃 這個櫃也很漂亮 做到全隱藏 這些是鞋櫃位 這些都是交流標準 這裡有個摩鏡 摩鏡? 摩鏡 然後按一下 這個等於一台iPad 然後你可以通過這台摩鏡 可以通過這個東西 可以控制我們整個屋的電燈 智能鞋 可以控制我們家裡的冷氣 還有你可以 假如有外賣 或者你要叫管理處 可以通過這個摩鏡 可以實行這個對講 然後你假如 在家裡我穿好衣服了 可以在這裡預約按電梯 就不用出外面按升降機了 可以在這裡按鈴 然後升降機就會上來 這些都是交流標準 升降機就叫做chill 是整個電腦 是超紅 對 你只要給它Wi-Fi 它又可以播放一些歌給你聽 裡面有一個喇叭在裡面 還有可以看電影 這些智能家居 又不用自己博線又加大 它已經全部發線商 全部都有了 對 適合老闆 老闆不喜歡加那麼多東西 好了 現在我們來到這裡 這裡是我們的客廳位 客廳位 然後這邊是向南的 首先我們這次的住宅館 十四棟樓 所有的戶型都是向南的 這邊都是向南的 然後 海光和風一樓 對 然後背面也是雙陽桌設計 在南北對流的 這邊有一個露台 是的 這個露台也很漂亮很大 是的 而且它的景觀很漂亮 這是望泳池 這是望泳池的 這是望泳池的 這邊可以望泳池 兩個露台都有景 是的 這邊可以望泳池 是的 這邊可以望泳池的 還有這裡很貼心 台高 因為南方天 因為打颱風 好像近期一樣 廣州有龍捲風 不用擔心 因為水不會撇進來 因為新地樓的設計 有些客人覺得 為什麼這麼高 其實你特意做到 吸叉就這麼高 因為雨水就不會撇進房子裡 沒錯 沒錯 而且你也可以去放一些 木架 好像木架一樣 拉平它 但是下面一樣可以梳水 下面可以照梳水 是的 這邊是廚房 是的 這邊是廚房位 廚房位 這些都是我們交流必準 首先是Panasonic的雪櫃 雪櫃 380升的 接著這個廚櫃 還有這些都是 這裡有個蒸焗爐 這個是蒸焗爐 是的 124方才有的 如果是68方 88方 還有96方 那些是沒有這個蒸焗爐的 124方 這個護形才有的 接著這些 油煙機 煤氣爐 這些都是有的 那升盤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的交流標準 那些石子很兩尺 是的 有紋路 全部都對紋路 而且很高級 是的 全部都對紋路 全部都是西門寺 是的 最頂的了 這些都是送的 很貼心 很貼心 是的 那我們的層高呢 是3米15高的 樓底高度是3米15 大家可以看到中央冷氣 中央空調 整條的模式 整條的模式 很英俊 很高級 這裏就是我們的電視背景場 做完的 這個網皮都是交流標準 哦 這些都是交流標準 都很貼心 都很貼心 下面這些 木牌衫都是交流標準 對應我們的鞋櫃 整套 對 裝修人想賺錢都很難 沒什麼裝修要做 那可能有些客人可以換盞燈 很貼心 其實我覺得可以 盞燈多了 這根本是主燈設計 是的 好 那來到這邊 接著這個 都是智能家居智能系統 例如 我們說回家模式 或者離家 整個屋就關了 回家模式 一按一按 它就關了 是的 這些都是交流標準 中文字 是的 還有我們留意我們的磁磚 地磚 基本上 每一塊我們要對紋路 這個是 是的 這些是手工 是的 還有你可以看看新你師傅的手工 它鋪得非常漂亮 這條房間很有 還有這些主題床 還有一些情景燈 很帥 是的 細心 好 洗手間 一望就是新鴻姬洗手間 我香港看新鴻姬 也是這個款 是的 還有 我們這裏 這次 這個洗手間用的品牌 我聽到比較少 可能我學會比較少 但這裏叫做露比利 意大利的品牌 是的 露比利 是的 因為我都覺得 它這次都是將香港 有很多用的材料品牌 引進這些 明白 所以我覺得OK 還有窗台 窗台有些BB 那些是老人家 可以坐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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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就看下一間房 剛才我們看了一間 這又看第二間房 這間房 也是向南的 這間房 是連到我們剛才聽到外面的露台 嗯 所以很光猛 是的 夠通風的 外面景觀也很漂亮 嗯 雙景觀 看到那條什麼橋 那條叫海華大橋 海華大橋 是 或者高層一點 看到海的 你那裡有橋嗎 有橋 它有一點 只是一條河 OK 也好 有人知道是廣州 是 看到一點水 我覺得 是 一樣 做一些天花冷氣 很帥 這是出風口 這是回風口 這是回風口 我們看看這間小房 這是第三間房 黃泳池景 對 這是黃泳池景 幕內圓的 泳池黃會所 那邊就是我們藍站 你看到這麼多寫字流的地方 就是我們藍站 將來是CBD的地方 其實藍站 可以當它是一個藍站新城 因為這是一個新城區 所以你看到那些 那邊有李錦記大廈 榮耀廣場 其實這些都是香港發展商 是的 所以香港人是很喜歡來這邊 廣州 我們經常來的 住在路旺總部 還有這些房間 就是人坐在窗外 看著 老婆游泳 兒女游泳看著 好搬來吃飯 挺漂亮的 平常這樣 OK 我們接下來要看主人房 這是我們的主人房 看主人房 是的 這個背景板 這些都是有交樓標準 這邊是飄窗 這邊是窗台 這邊是向南的 有些工程正在做 這裏多少樓 這裏是四樓 四樓 四樓很光亮 大家看一看 關燈 很光亮 這裏是四樓 沒錯 現在是陰天 下雨 所以可想而知 如果大家再高一點 更加英俊 是的 好 有義務間 有義務間 這個是交樓標準 這些都是交樓標準 這些都是交樓標準 然後 有些客人 怕風水問題 新地很貼心 因為這裏是放床 有些客人不喜歡對住 新地做了一個劏門 哦 這樣 整個很正規的房間 這裏避免洗手間對住床 真的貼心 做多一對這門也不少錢 沒錯 整對金屬油壓 接著是醫務間 接著是醫務間 接著是洗手間 女士又開心 是的 洗手間一樣有窗台 一樣有窗台 接著有個風機 有個暖風機 抬頭這些是交樓標準 接著主人 這個主位的馬桶 是智能馬桶來的 公共洗手間 就不是智能馬桶 但是主位的這個是 是用total的智能馬桶 還有臨浴那裏 都很協心 對臨浴那邊 做了一些金屬 可以放東西 還有一個頂 遺憾的收納櫃 還有一個淨浴 對 有一個頭頂的噴頭的花灑 如果大家在香港看過新鴻基樓 你會發覺其實是跟香港一樣的 是 不過價錢就差10倍 好 真的豐富 每一處都可以看到它的細心 對 劉經理 那這個護形 就是可以開始賣了嗎 可以了 可以買的了 可以的了 現在帶下來 肯定是最優惠的 對 因為它有些 新鴻基都很多規矩 不是隨便給我們拍 甚至你買 都不是隨便給我們賣的 有些板房未做戲 都不讓我們收訂單 都不給的 沒錯 就是規規矩矩 現在就完全開放了 大家上到來 也可以看到這個板房 是的 可以的 而且很均真 全部交樓標準都整在這裡 全部都做了 那就帶大家去放心 我不多說了 交樓標準 大家看完這些裝修 真的跟香港 跟香港相比 是絕對有的 絕對是香港的質素 這是我們香港這麼大的品牌 是一個非事來的 多謝香港對內地的支持 不要客氣 好 接著以後 這個本 到今為止 多謝你們的獎金 多謝 都真的成交了一個 好像五千多萬 多謝大家 加很多觀眾支持 但我也知道 因為今晚 剛剛聽過假期 其實也有很多 排期 上來看樓 是的 哇 票票很緊張 很緊張 大家會上來 但我也知道 大家可能在影片上 想豐富一點 日後我跟楚欣和Jacky 我們要多拍一些這邊的生活 我打算放完大假之後 回來在這邊住兩晚 好啊 感受我的生活 因為我了解到 我來到金牛椅子成交的客戶 都是買來真的會用會住的 還有我們這邊其實有很多美食 除了看樓 還可以有很多吃我玩樂的東西 是的 廣州樓其實是非常豐富的地區 有時候買樓 不是只買一間樓 沒錯 我們買一個周圈 整個背道 整個生活 好嗎 記住大家收看 那好 那待會我們要吃飯 那我打算 如果有時間 我就回廣州南搭高鐵 我馬上走回去 哈哈哈哈 好 最後見 拜拜 好 大家認住這裏 這裏就是新鴻基 大家可以看到 我後面就是新鴻基 我現在由新鴻基 這個項目 現在大家在過馬路 是14點02分 即是2點02分 02分 大家看得很清楚 那現在我就在過馬路了 OK 那其實這一 現在就 這條片的尾端了 那其實是因為有 有幾位觀眾呢 那 就是我上次拍完新鴻基 那跟著他留言 就說他本身來過這裏 就說呢 很遠 那我不明白 他說他來過這裏 就很遠 那就說 那 那 在那裏爭 在那個Facebook群那裏 很有趣 在那裏爭 爭得很緊要 有些說17分鐘 有些說不止 那 這個就 我一邊走一邊講 那這個是新鴻基 剛才我就是這個地 這個開始的 走過來的 不過我認為是這樣 可能有一個誤區就是 紅綠燈 因為大家一樣去走 就是大家不用爭 爲什麽有些會長一點 有些又會快一點呢 就是 我看你有沒有遇到紅綠燈 好像現在我紅綠燈 我就走不了 那時間就久了 對不對 那 那個站就在那裏了 看都看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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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一個紅綠燈 位 就到這個廣州藍站了 那現在紅燈我當然不會 衝過馬路了 對不對 但是紅燈這裡也沒有幾分鐘 那 挺有趣的 其實我也想說 就是 其實我也挺奇怪的 因為上次為什麼我出了這條片 有幾個公眾在那裏裏面 大家爭論 就 有些又說 就是 發覺有些說 原來有個盤走去這個 行路 過去這個廣州藍呢 原來說 要十幾分鐘呢 他都說久了 那我不知道 怎樣才為之快呢 就是 是不是一走下去門口 就是 一行街就是地鐵站呢 但是大家明白 因為這個是一個豪宅盤來的 那一個豪宅盤呢 就是 你想想 如果你走樓下 就已經是 又站了 又商場 人來人往 那那個 都很雜 那那個私隱性都不夠 那又怎知道豪宅呢 是不是 那所以其實 反而我覺得 新隆基這個位置 他又走 我現在 真正幾分鐘 現在我也在走 我就當十幾分鐘 走到去站 那他那裏又自成一角 那其實這才叫旺中大靜 OK 我一走一走一走 剛剛呢 今天 今天 今天是三十號 剛剛 真是 我不是吹嘴 剛剛有一批荷蘭的粉絲 在荷蘭看博士Youtube 很開心 一對夫婦來的 看了我很多片 還有 他說得出來 我拍片拍些什麼 跟林爾洛莫斯 他是基督徒來的 又跟林爾洛莫斯 去吃什麼 搖雞 他都說出來 哇這條片 有看他 去荷蘭 還有原來 他也有很多其他 香港來的 就是華僑在那邊 都有看我的片 那我很開心 因為 真是的 到今天 荷蘭 委內瑞拉 南非 馬來西亞 英國 英國 那些不用說 英國 美國 澳洲 很多華僑有看我的片 我很快樂 他說 博士 我們之前移民 我們現在就在上面看樓 他說 博士我之前移民 那時候內地 是很落後的 他說 看完博士 就是因為看我博士的片 因為沒有別的拍 你知道 他幾年前開始看 他說 博士是只有你一個華人 走去內地拍 拍一下內地現在怎樣情況 讓你看到 他最初他都懷疑 他懷疑博士的身份 他說 博士拍的是不是真的 他懷疑 沒有理由現在內地這樣先進 因為以前很落後 但是一邊看 一邊不停拍一邊拍 他說 博士拍了這麼多 和實地去 他說 才知道現在內地真的這樣進步 所以因為這樣他認識了 然後現在到年紀大 幾十年 他從南非做事 一直到荷蘭 他說 博士 現在年紀大了 他說真的樂業歸根 他親口說 樂業歸根 他說我真的想回來祖國 退休 即是過了他們美滿的 退休生活 兩夫妻 這裏就是廣州南 大家看這裏 廣州 已經到了 這個地鐵站 不過就看我過 我可以 現在前面就去 已經到站了 是不是 我前面左邊一個馬路就是 過馬路才當到 好嗎 博士不要抽水 對 對 他說樂業歸根 一邊看我的影片 他現在回來買樓 他看完珠海 現在來了廣州 看這個盤 他都很讚 哇 他的新鴻基的盤這麼漂亮 他的新鴻基的盤這麼漂亮 哇 他和香港樓沒有分別的 他直接這樣說 所以就回來了 和他的兒子在香港 他兩個老人家就想買一間樓退休 回來 他又不回到荷蘭的了 他說 把一些 即是職速 回來 他說 吃也好 住也好 又聊天也好 交朋友 什麼都好 他說他那邊退休很擔心 人身安全 他主要跟我說 很不安全 他那邊退休很不安全 安全第一 然後醫療 他說如果有大病 他沒有診所的 他說那邊醫療很麻煩 是很貴 吃也沒有中菜 總之生活習慣上 醫食住行很多都 和他年紀大了 就不跟以前是年輕 所以他覺得 很多華僑都跟他一樣的心態 他的真面目 就是老華僑 去到這些年紀 樂業歸根 都是很想回來大灣區 當然有些肯定是回香港 你知道地小 野貴 樓貴 所以就沒有可能回香港 但是他們都很喜歡大灣區 所以他說他肯定是大灣區 不過問題呢 唯一的問題是什麼呢 唯一的問題就是 去大灣區 買哪裡 他說反正這個是困難 朱海說 朱海他又喜歡 中山他又喜歡 紹興他又喜歡 現在來到廣州一看 新龍基又更加喜歡 他發現這個原來是他的困難 原來在這裡 不是找不對的東西 是太多找得對 太喜歡 所以就大開心 他剛才都打電話 跟那個兒子商量 因為他都想說 他退休回來 我都想兒女 有時過來探她 放假回來 孫子回來 一起 我又覺得他講得對 給大家分享一下 有時候大家 雖然買一間樓 退休 但你都要買一些 最好買一些 連你的子女都覺得 不會悶 你明白 你不要買一些很偏僻 很靜 養老可能就舒服 但是呢 你買這些子女 可能就不喜歡 就是過來沒有東西玩 沒有東西玩 不適合玩 變了過來都會少些 所以他都考慮了 那些子女 不知道兒子 不知道喜歡不喜歡廣州 不知道喜歡不喜歡這裡 所以都會和他們商量一下 都會問一下兒子的意見 跟他買多大 因為他可能會問 如果那些子女經常過來 那他就買大一點 買多一兩間房 那些子女可能說 不行 我工作可能很少過來 不多的 那又可能買這麼大 浪費了 其實原來紅綠燈 我覺得是爭吊的位置 這個是紅燈 其實已經是藍燈了 所以我覺得 原來大家爭吊了一段 其實大家都對的 有些說走來廣州南 其實不是很遠 他其實可能可以打錯字 是時間長與短 現在紅燈了 因為如果你遇到紅燈的話 你又真的要等幾分鐘 但是你綠燈就快了 如果全程綠燈 我現在肯定到了 是吧 這又是紅燈了 紅燈你要進來 現在幾分鐘呢 大家看看時間 OK 現在14點10分 剛才14點02分開始 等了兩次紅綠燈 那就是用了8分鐘的時間 是等了紅綠燈 就是說如果不等紅綠燈之後呢 我覺得其實是五分鐘的 五分鐘走路過道 如果不是有紅燈的話 那這個博士親自走給大家看的 有紅綠燈你便預大過十分鐘了 現在綠燈了 現在過度就剛剛好 登登登登登 我已經是屈路了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剛才那裡有條隧道 可以走隧道再上的 不過我不熟路 其實現在我入了再屈 再回出去 好了 現在真真清清又廣州藍了 我已經藍燈在這裡了 整個高跌站就是我前面了 那現在幾分鐘呢 14點10分 OK 剛才02分出發 那就是呢 我開機到現在 就是8分鐘到這裡 那整個疑端就解開了 大家就不要爭了 我也不想說誰爭爭爭爭 贏與輸不需要知道 但是我只不過就證明 新同基這個盤 走路過來 那你就到5到8分鐘了 看你有沒有紅綠燈 是都到的 而坐車呢 因為坐車都是遇到紅綠燈的 你明白嗎 其實我又覺得 你坐川花和走路呢 我就覺得 都是差不多時間 都是那句 你遇不遇到紅綠燈的 因為坐車一樣有紅綠燈的 都是一句講完 終結就是方便了 兩個字 好了 大家閉上眼想一下 如果在香港 要買個新同基的樓盤 OK 要可以走路或者駕車 說八至十分鐘到的 又需要多少錢呢 多少錢一尺呢 總銀碼多少錢呢 是吧 那大家自己去比較 無論車家 裝修 發展商不用說 發展商是同一個 都是新同基 香港和大陸都是叫做新同基 剛才也說過 這邊很多管理 各方面 都是在新同基 香港那邊調配過來的 你比較一下 所以覺得這個 新同基 這個項目 將會是一個 超級大的 ICC OK 所以說 大家拭目以待 可以這樣說 一路陪著它成長 當然 我們身為香港人 百分百支持 之前新同基 在講真難 這個項目 做到很大 很宏偉 很有規模 我都有面子的 是吧 好了 那我博士搭車回香港了 OK 非常順利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如果對這個項目 還有什麼疑問 有什麼問題 好像博士那樣 全部都是腳踏實地 OK 你說遠 你說時間有疑問 我就真的走給你看 OK 好嗎 有什麼請留言 記住 把我的影片分享 還有給我一個like OK 我是這麼勤力 拜拜 下集見 這班車都沒有 人山人海 看來 看來 高鐵多重要 高鐵變為 中國人 人民在裏面 一個至關重要的交通功夫 太重要了 好了 博士真是 都不捨得大家 最後尾道 7點04分 5點鐘 現在回到我香港停車場 今早拍在這裏 OK 真是時代進步 非而所思 9點半 在這裏開車 那 拍車 9點半 來拍車 然後到廣州吃了飯 拍了片 OK 搭高鐵 回來 拿車來回 廣州南 即是非而所思 115元 拍車在這裏 哇 真是非常方便 而且整個行程 我現在都明白 以前的博士 都是開車多 我現在都明白 很多香港人 在大阪區買樓 可能會選一些城市 有高鐵站 超級舒服 好舒服 還有 全程 真的很舒服 全程 就是拿了一張回想證 一張身份證 暢通無阻 博士很多年前 開始在內地拍 搭高鐵 那時候 就算廣州 深圳 很多地方都是很麻煩的 要去那些窗口 拿證件 拿票 過閘 那些閘 又不認我們的回鄉證 等等 現在不是的了 整個行程 總之就是拿出一張回鄉證 和身份證 暢通無阻 全部都是用機器入卡 讀卡 這樣就已經搞定了 非常非常方便 所以時代進步 去到我們這年紀 應該要享受這個時代進步的科技 交通 便利 還有為我們建設的大灣區 好 非常開心 希望大家和我一樣 多些享受大灣區 下集見 拜拜